我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法律和新闻 化学科紧密的组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有法学界的领导专家学者 我们也有媒体的专家学者和领导 还有下面呢我就请出来的一位 是既是这个媒体资深的工作者 现在又是著名的一些武术局资深人 金队英是主任主任 我们这个研究会的副会长 现在有请李学生主任 李学生主任从第一届到现在一直在支持我们 他也是我们副会长 就是我们的业余的 我跟孙伟长是在他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 他的发展很快 做得很专业 越来越高达上 刚才提到我们这两部剧 人民的名义大家都知道是反腐畅延的 当年很火 火的原因是他尺度大 所谓的尺度大其实就是讲真话 所谓讲真话就是男社会的问题 新闻家大组呢 他是扫黑错的 属于这个涉案比较多的 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一个剧本 叫死刑复合 名字就叫五十五公罪 原来说为什么叫五十五公罪呢 就是中国的法律里面不定啊 有五十五个罪名是可以判冤 判人死刑的 但现在两个党又减少了几个 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啊 院长又让我们改成这个五公罪 所以我的感受是给孙伟长 刚才提的也是差不多的 包括成立几位领导和人家讲的 我觉得新闻工作啊 对法治还有领事是紧密相连的 法律 您看法律惩罚的很多的那些 职务犯罪的 包括某些刑事犯罪的 都是来源于新闻报道之后 才引起了政法 司法 工作者的重视 有些人对门在新闻报道之前 这些人是没人怎么样的 也惩罚不了他 由于这些人在当地 有特殊的背景 特殊的资源 和特殊的优势 新闻给报道出来 它是逍遥法外的 但一任一级舆论的重视 特别是得到这个舆论的 这个观众的时候 这些人啊 往往再大的后台 也逃脱不了这个法律之前 我可 佩服刚才我们刘总监 也是多少年都在计刑会 说的他安 这个志向不改 还要继续办法律 我这一点 我向你表示致敬 始终坚守自己的追求 刚才我们王教授 讲到这个事件的问题 网络事件的问题也是这样 大家都心中有一个方向 我觉得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 特别是我们舆论监督研究会 当年社会长成立的时候 我是高兴的不得了 开心的不得了 虽然中国没有新闻法中线 但由于他社会的这个话题 法律和新闻的这种高度的年年性 高度的交叉性 我觉得特别有现实意义 只是我给孙伟长呢 这个比较忙 这个集团的会议啊 我不是年年都参加 但是我听全里说 虽然把我们的研究会 确实办出了一种高度 一种歌曲 已经产生了在我们这个文化产业 在法制社会的进步上 产生巨大的影响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呢 我是觉得我们影视人 今天影视人不多 但是影视人应该关注现实 不应该回到两千年前 再拉那些古关键 包括科幻 为什么这个人喜欢搞古装和科幻呢 因为他们一降一步掉现实的矛盾 看到这些矛盾有害怕 因为这一碰 肯定不行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担当责任的表现 我觉得真正的文艺工作人员 应该直面现实 直面社会问题 就要点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意思的语言 意思的镜头 和意识的情感来表达出 人民群众 最得关心的 这是新闻的事 这才是真正的文艺工作者 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不管是在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 还是在这次文台会上的讲话 其实讲的都是要求 我们文艺工作者 应该关注现实 面对现实 总继续说过这么一话 我觉得大家都相信 因为中国共产党 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任何外力 都不可能打败我们 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不是存在的问题 而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不敢面对 不敢承认 不敢解决 我觉得总续讲这样的一个 不管对法律人 对新闻人还是影视人 都是有很大启发的 特别是我们执政党的事业 我们执政党的事业 大家都知道 是长期执政 长期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事业 那他这个挺高兴党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 让我们中华民族 能够实现自己的复兴吗 特别感谢再次各位领导 以及新闻同行 影视同行 和还有坐台前面的 我们前两位的领导和专家 谢谢各位 感谢